今天講一些娛樂新聞 有一宗趣聞 Semi和許智安去英國旅行 他們的圈子都是非負則貴 全部都是成宗名人 全部都是成宗富豪 很正常 這些話名叫上流社會 本身Semi的圈子 之前被他拍到跟金比一起吃飯 香港女首富 一定是非負則貴 今次去英國他都跟 李家欣 郭俊亨都有一個短序 重點跟安心事件有什麼關係呢? 大家留意一下照片 是不見了許智安的 其實許智安在後面 但是不知為何 他的頭被人剪掉 不知是左邊還是右邊 應該是這邊的 這個新可能是屬於許智安 估計是 原因很簡單 因為許智安是一個敏感人物 甚至Semi都不能說 很公開地 說我跟許智安一起去玩 但是客人都知道他是跟許智安一起的 但也想保有些私隱 暗撐自己老公 其實今天想說一下李家欣 李家欣 我自己覺得他跟許智安的關係 很明顯是吃著許智安 李家欣的樣子 現在看起來也很漂亮 是吧 也 也 也 好像生了個兒子 也覺得OK的 張善的樣子是殘了一點 這個就是張善 這個就是李家欣 我之前已經說過張善的故事 就是他本身 他漏過三次殘 從張偉健的故事 這裏不重提 所以他的樣子是殘的 看看李家欣 天生基因是比較好 看起來是 又高又瘦 現在看 是美女 還是美女 維繫到美魔女的感覺 這裏不重提 他男的老公 在後面 這個許智亨 做他一個 根德夫人 即是 根德丈夫 做他在後面的一個男人 當然許智亨也有錢 最後 就娶了 李家欣 李家欣當然是一個 相當之公心計的一個女人 所以你看到他 這張照片 是講到一個故事 是一個女權的世界 你 你跟這些蛇蠍玩 或者愛上了這些蛇蠍 你就預計了 基本上 做不到主角 你人生就不能做主角了 主角之為 可能是Sammy 可能是李家欣 這樣一定是 張綫比較特別 其實 他跟張偉健 我覺得他們的角色是平起平了 比較flair 他們的感情 比較千絲萬口 我曾經說過 不過可以看看 就是張偉健 那時候他們想分手 和張倩 即是張偉健和張倩 分手也分不了 後來結婚 然後又流產 發生了很多事 所以他們的愛情 真的經歷過一些 比較 深刻的 一些 事情 真是一個很有恩情的 夫妻 張偉健也叫做浪子回頭 選擇收山 是這樣的故事 而Sammy 他的老公也是選擇收山 當然 會不會再 外面 鬼混呢 我覺得許智庵一定會 但他會玩得聰明一點 但他的本質就是beta 即是他願意 做一個女人背後的男人 甚至是一張合照 公然被人侮辱 這張照片是侮辱他的 我自己覺得是李嘉欣侮辱他的 基本上是 對不對 第一 先不想影響自己形象 李嘉欣 偶爾會出場表 也算是一個藝人 喂 你這個許智庵這個賊頭 影響我 當然是咳嗽了你 純粹是 說你 疑似是有道場 那就算了 其實我自己的李嘉欣 其實不需要 展示這張照片 我相信他這麼多合照 他沒有必要展示這張 咳嗽了許智庵的頭 他老公擺在後面 做背景 即是報警辦 其實沒有的 都是一種主權的宣誓 其實每個女人 到了這樣的年紀 他們都會想 告訴別人 我的地位 去到哪 何況 李嘉欣 李嘉欣一向都是 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話 他有一段 很有名的 錄音 和大樓 一段錄音 已經表達到他的內在性格 當然他用大樓 以前的確是有一手的 大家一向都知道 他寸到叫大樓非女 你只顧著那個 不知道是否洪欣 你知道大樓是很多女朋友 李嘉欣 李嘉欣有一件 李嘉欣有一件 據說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The One 好像是 想著送給李嘉欣 就是為他而名 The One 是這樣的 他覺得 他可以做 只能做一個 女性 在我心目中的 一個這樣的女性 當然大樓本身情緒很多 你連最近 常常翻炒的 蔡兆芬也是 蔡兆芬 以前還囂張 那時候 她小妹跟著大樓 小妹那時候 但是她又不太喜歡大樓 就叛逆她 大樓以後就說 這種女人 我 她永遠都記住這種女人 就說 誰不聽我的話 就像蔡兆芬那樣 而事實上 蔡兆芬現在 既為一個 內地的 小婦婆 兩夫婦都很賺錢 我覺得這個結果也不錯 有時候人不需要求什麼 大富大貴 入鴻門 蔡兆芬又不是這種人 是吧 她也很貪美的 很明顯 你看到她選張盡 大樓只不過是用來 拾手腳 年輕的時候 是吧 所以這一堆人 跟富豪是千絲萬縷的 關係 是吧 Semi 和甘比是朋友 甘比和大樓 是夫妻 而Semi也認識李嘉欣 是吧 那個圈子真是 想一想 是吧 雪穿了 他們年輕的年代 李嘉欣 年輕十年 那時候 真的是富豪圈中 裏面的 一個交際化 但是現在 樂見 都開心 看到她上了岸 是吧 修成正果 人的過去 是吧 誰沒有 人也有過去 但是你突然之間 會想起 一些這樣的事跡 會想起 為何她今天會變成 這個人格 視男人 只不過是一個 附屬品 李嘉欣是視男人 做附屬品 你想想 她連大樓也敢罵 那段很出名的錄音 就是她罵大樓 用粗口罵大樓 這個你看到 是一個 當年我們叫做MK 或者 這些真是終極社羯 這個是有戰績 真是戰績標柄 所以她處事手法 是絕對每一個step 都有原因 包括 把許智康整個頭 剪掉了 她就是覺得這種人 覺得不配 在我的照片上 但是我又要 就是要侮辱一下你 許智康 羞辱一下你 欺負我們的姊妹團 這個世界是女人話事的 男人站在後面 其實李嘉欣的 這張照片的潛坐意識 就是這樣 一張照片已經是表達了一個故事 一個故事背後 亦都有故事中的故事 對吧 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有沒有其他照片 全部都是女團 她可以大可以展示這張 不需要展示 這張出來的 差不多而已 都是四個女人 送給自己的老公 另一個 她沒必要的 對嗎 既然覺得許智康 訂這張照片 都不可以不掃 對嘛 是吧 你一定會問的 你這樣 切了人 人家都會問 說 後面兩個是誰 一來修辱他,李姦也很懂做新聞 不要忘記,他以前是電影的一姐 拍了一套電影也有李姦 電視劇、電影 你說他的新聞當然會做,要做多少都可以 他不做而已,一張照片可以做新聞 看見報,不錯 而且現在樣子很漂亮,身材很漂亮 這也是李姦的本事 當然,李姦姦下了妝也沒那麼漂亮 但你見到他上妝也很美 那種感覺,有一種美魔女的感覺 順帶一提,壓軸 今天也想說一些港姐佳麗 既然李姦也是港姐 又說今屆的港姐 都是一些有趣的新聞 看上算,看身材 不說廢話 我們男人都很簡單,看身材 只是肉眼看的 這女兒,我說過她的下巴不太漂亮 但她穿泳衣也很好看 嬌小玲瓏 腰也有腰 身材不錯 身材不錯 胸也剛剛好 不大不小的形狀 不會說很誇張 那種大 又不會說很平 那種感覺 但感覺上很接近平胸 差不多是B級左右 頂峻也是 肉眼看 可能甚至有A 即是她的胸圍 可能她的胸圍 兩邊夾肉出來 有機會是A級的 這條女性 那就是蔡佳欣 蔡佳欣 我想也有B 也是AB之間的感覺 不排除是C 應該不像A B、C之間 她這種身材也挺標準 也像是歷代港者的身材 例如陳希瑞 BOSUM 就像黃森永那種身材 但她的膚色好一點 她是白滑一點 就不像黃森永 你看看 你看看 只有兩塊布 都有委任證 看到是蔡佳欣 警察被困 反而古佩玲 有料 你看看她穿泳衣 是好看的 古佩玲 所以這條女性是19歲 高大 又是 沒有什麼肚腩 我自己覺得也有C 就這樣看 B、C之間 不是平的 簡單來說 古佩玲 從她外表 肩膀夠橫 她穿衣服好看 她的肩膀是橫的 橫身 有點像是Model的身材 古佩玲 所以她最後一位被選中的佳麗 她是 她是雖在什麼 她的思想還未夠成熟 即是說話比較單調 還有沒有個人的思想 但她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是 你越看越順眼 其實我第一眼已經覺得 這條女子很順眼 即是這樣的 她沒有這些 蔡佳欣這些 這麼多緋聞 這個就是很靜局的 因為她可能會很低調 沒有什麼思想 但蔡佳欣這些 有很多思想 所以她做YouTuber 講很多話 拍很多影片 很多製作 有自己的生意 這條女子也有很多思想 因為她是陳希瑞 很想八婆的樣子 但是古佩玲 有種純純套的感覺 她很單調 很單純 她的選味 但有天生泥質 她不需要特地去說 但你看到 隱藏感覺到 她一開始穿衣服不好看 但如果你看回大會 幫她配襯衣服 你看到她的身材 她的樣貌 開始有看頭 我看好這個三號 古佩玲 可能是黑馬來的 這條女子 蠢蠢蠢 但未必可以拿到第一位 第三位 可能是蠻車邊 可能蔡佳欣這些 因為她的風頭太大 匪雲太多 有時未必能入到三格 但入到三格 我覺得也不奇怪 這條女子 我覺得不會入 不過 永遠記住 你做不到三格 都沒所謂 其實是港姐 最重要是 你整個比賽裡面 被TVB上色 看到你有演技有成 有時候 恩選你去做一些角色 然後慢慢上位 也可以 就是這樣 第一位古佩玲 我是欣賞的 就是那個樣貌 就是身材 那樣東西 但只差說話 這條女子 算是大波 已經是C 感覺上漲卜卜卜 22歲 這個就是VV 也好看的 都是白滑 漂亮 腰 你看見 這個很明顯 古佩玲高大 這個稍微矮一點 但也白滑 這個也穿得好看的 但我覺得她的樣子 比較邪 比較想吃掉人的感覺 但古佩玲是沒有這種感覺 你看極是沒有的 他不會有這種煞氣 很舒服的樣子 因為他可能是沒有什麼戒心 那種人 他不會想沒有思維的人 就變成腦袋兇兇 但你見到 蔡佳恩 有種很凌厲 很有信心 吃著你那種感覺 這條女子 其實她不是有神 她不是想吃著人 但她的性格 就是 很想巴渣 嚴格來說 她很想吃著人 但她沒有能力吃著人 這是有分別的 她是沒有能力吃的 其實這條女子 她是很能做作的 我看過她的簡單的訪問 我覺得這個煞氣是很能做作的 但蔡佳恩就不同 她的眼神是有力的 即她吃著你之餘 她是有信心的 有點像我們剛才說的 李嘉欣的個案子 為什麼人家可以入豪門呢 就是因為她想吃著人之餘 也有能力吃 這是很不同的 但這些就是沒有能力 但又想吃著人 那種感覺 但當然 人人的往後仕途 或者因緣都不同 有時未必說 你有能力 就有個好仕途 也很講機遇 對吧 但我這樣憑一個肉眼去看 那種觀感就是這樣 這個也有點隱蔽的 感覺 這個身材比較啤梨 這個是江宇婷 一脫穿泳衣 大家可以看到身形 這種下盆比較大 屁股比較大 胸部比較小 你會看到 胸部比較平 你會看到 A左右 就是甲林菊 和這個脫穿泳衣 和這個脫穿泳衣 今天就跟大家說說 一些身材 一穿泳衣 你會看到 這種也是其中一種新型 就是一種啤梨型 屁股比較大 其實沒什麼所謂 當然 如果你說細族的標準 是近乎在古佩玲和Vivian之間 就是細族 但這種也沒問題 其實有些人都可以 有些人喜歡屁股大 這種就是屁股大 菜間也是標準 這個就是嬌小玲瓏 這個就是Bosum 這個Maggie 也有波的 也很大 但我不喜歡她的法令紋太深 你看到 24歲 有一點老態 樣子 比較嚴肅 其實這種法令紋的女生 也比較兇 其實這種法令紋的女生 比較強的主見 事實上也是 如果沒有記錯 這條女生也很多話說 眼仔細細 但很多話說 很老婆的感覺 很老婆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 古佩玲的法令不太深 個人是比較容易相處 不會太難相處 簡單來說 你做她的男朋友 你很容易吃住她 很容易吃住她 那條法令已經很早已經告訴你 她未來的兩性關係 這個肯定要吃住她的兒子 不用說了 她的身材 她的身材 她是24歲 像大媽的樣子 她的身材 她是微半身材 其實不太漂亮 她的身材 她是一般 其實有一點肚懶 感覺有一點 但也是豐滿之人 但不是說 她的臉比較國字臉 比較方 比較方 圓潤 有點像徐小鳳的樣子 所以我自己不太看好 這個也是很典型的美女身材 而她的樣子 這種是皮笑肉不笑 你會看到她的笑是穿出來的 你看她的笑 因為很簡單 你看她的眼睛笑不笑 她的眼睛笑不笑 其實是笑容是這樣 嘔嘔嘔 嘔嘔出來的 即是一個人比較虛假 即是這樣說 比較多心事 即是比較有誠苦的一個人 反而我這樣看 古佩玲的笑容是比較簡單 不會笑得太誇張 我現在要看對比 你說誰笑得漂亮 反而這個賽間笑得漂亮 對眼有一點形狀 整個面部表情是在笑出來的 是一種自信的笑 不是穿出來的 不是穿出來的 因為這女生本身牙不漂亮 而且牙肉不太漂亮 露牙肉 所以她笑的時候 其實不太漂亮 我自己覺得 無關她的事 即是 她的笑也是真心笑 但是 我跟正番茄也不太真心 其實也有一點穿出來 但感覺上 我覺得她的笑容 不 我覺得她的樣子不好看 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賽間 因為她平時都對開鏡頭 所以她對笑這件事 是假輕就熟 你都分不清楚是真笑還是假笑 但很明顯 這個就比較僵硬 現在看看古佩玲 但起碼她不是很造作的人 這是一種人 這是一種淫笑 那種 在床上很棒的 一定是 但這些就比較僵硬 其實這女生的笑容 是真誠很多 但變相 因為她的法力文太深 變相不好看 還有豬膽 這女生就算了 所以顯得出這女生 其實笑容很一般 這個也算是真誠 但她的樣子不太好看 有點像那個小丑樣 但她這種身材 感覺上是有粗過的 感覺上 都是比較大隻的女人 就這樣看 都是大屁屁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這女生也算是很身材 這女生也算是很身材 我想入圍也很身材 這女生給我那種感覺是結實的 9號的Vivy是結實的 那種感覺是有粗過的 就是要做開運動 不是泡的 泡的肉就是這樣的 這些就沒什麼做運動 這是懶欺來的 這個ivy 那些肉泡泡的 有做運動的那些 就有點像這種 就是這種 那種 那種 好像有些肌肉那種感覺 它不是很明顯 肌肉 但好像有的 感覺到好像 有條狠 這個也是 嬌小玲瓏 但樣子就像一些北妹的樣子 就是像內地佳麗 這個王妃 剛好這個妝就像 某些照片就不太像 但這張照片就像農莊 和像內地佳麗 王家文也是大熱的 25歲 即是屬於高齡 在整個界別裏面 因為她是18至25 但這個也是大熱 而且她有很多選美的經驗 你看到她的身材 很漂亮 因為整個曲線 有在這裏 所以理論上也很漂亮 但你看到她的肩膀 是A字 沒有 古佩玲的肩膀 那麼漂亮 如果做model 古佩玲 是適合做model 但她自己不知道 有些人是很有趣的 天生有那種骨架 她自己不知道 例如19歲的 古佩玲 古佩玲 她初出茅廊 她都未做過model 其實她的身形 是做model 可以更加做 可能18歲 17歲 已經可以做model 現在被人看到 其實她 我坦白說 如果 她不能進入圍 這樣算 無所謂 如果我做廣告公司 我會找這種身材 做model 找她們 配襯衣服也好 這種女生是好看的 因為她穿衣服 一浪 就像外國的top model 見衣服浪得起 不會太噁心 衣服斜下去 就不好看 這個肩膀也好看 這就是健美身材 肩膀也好看 這些是骨架 是天生的 有些是天生的 而且你可以 後天糾正 做得多一些運動 可以糾正腰骨 肩膀也好看 但A字膀 通常都是天生的 這個算是A字膀 如果要說 黃家文年紀大一點 肩膀不太好看 而且法令也是深 亦有少少老態 但她的經驗很豐富 黃榮游 這女生是偏壽 偏壽 你看到都很健骨 也有人喜歡 這種骨感的美態 掛頭也夠高 我不覺得這女生有什麼特別 她是美女 是瘦一點 如果她肥一點就好看 你看到她的手臂 都骨慘慘 這個位置 不排除她 其實有機會 做過的運動也不足 可能有些肌肉 那種感覺 是瘦底 然後有肌肉 那種感覺 我今天是論身材 不是說她的談吐 談吐那些 有些我記得 有些我不記得 這女生 我最初是看好的 因為她的身形 挺好看的 夠橫 真是模特兒身材 但跟古佩玲比 我選古佩玲多些 這女生是工心計 多些 23歲 而且一陣子牙不漂亮 古佩玲是四平八穩的 樣子真的很標誌 而這女生的樣子 也有些牙齒 但盛在身形搭狗 也算大波 也有絲 你看到是脹 那這女生 Mina 其實有人告訴我 這女生不矮 都170 算是女生之中 正常高度 但沒有胸 這女生肯定是A 她的姿勢不太漂亮 她的姿勢不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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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女生也很大 我不知道她的姿勢不太好看 純粹她的姿勢不太好看 如果我選擇三甲 就是論身材 我會先給古佩玲 其他人會隨便收拾 但古佩玲我覺得可以進三甲 論身材 如果我選擇 對比 看看整項 配合樣子 身材 為了泳衣環節 古佩玲是滿優勝的 Mina根本沒有胸 已經很難能進三甲 論身材 如果港者入三甲,有王心穎做先例 幾天都能入到 這個世界是權鬥 如果看泳衣環節,我選出三甲 蔡佳欣可以入三甲 股佩寧可以入三甲 4甲也能入三甲 因為肩膀足夠橫,好看 標準 這些是一般的 8甲也不錯 9甲我只是不喜歡他的樣子,他的身材不差 如果我貼的話,就貼這三甲 王家文是稍微A字薄 所以我也不貼他 這張是稍微瘦一點 如果他肥一點,就好看 這個我是不喜歡他的樣子 這一刻的樣子不好看 可能他穿其他衣服又好看 暫時這個環節,我選擇 剛才那三甲 這些就不行 這些真的太平 太平公主 這個姚瘀余佳是大波的 這個不用說了 其實有點肚腩 有肉的,這種女的也很棒 是淫底來的 也不用說了 整個淫樣 如果你說這麽多個女生來說 他誠虎比較深一點 因為他沒有露恥笑 很有趣 你看他不露恥笑 所以笑容稍微拘近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裡要扣一點點分 但他的身材又加分 就是這樣 曬馬 可以看到 一眾的女生的高度 一眼看完 有些是很小的 有些是很高大 KT特別高大 好了,今天就順便看看美女 說到這麽多 另外,如果有很多問題是阻力的 我以為是比歐拉,想找Day Game, Night Game都可以再犯一個Pan 多謝收聽